十一点 怎么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十一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五秒 十四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听十教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的十四三人谈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再次有幸的请到 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 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 赵亚书博士 欢迎赵教授 赵教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 各位观众好 看得到我吗 能看到 听得到吗 还有一位能听到 还有一位是张黎明先生 知识媒体人张黎明先生 欢迎张先生 各位观众听众 晚上好 那 两位有没有特别的话题想要讨论 张先生你有特别的话题想要讨论吗 没有 我觉得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太 我们待会有机会再讨论 那赵教授呢 我今天想谈两个题目 第一个当然是谈台湾的疫情 台湾的疫情 现在是稍微表面上是稍微减轻了一点 只是说死人比较少了 还有就是那个 疫苗拿到了是吗 疫苗还是不够 就是说理论上讲是拿到 但是没有到 就是说账上有 但是看不到疫苗 所以说 而且现在这个接种 接种力太低 前个礼拜还 还不到20% 大概最近 差不多到了20% 但是现在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疫苗不够 就是要混不混打 没关系 只要不打大陆的疫苗就好了 他现在这个混打是有问题 美国方面是不主张混打的 欧洲方面是接受混打的 但是这个中间呢 这个有问题 而最近台湾呢 刚刚还通过了一个就是 就是说台湾制的这个 他那个台湾制的疫苗是什么东西 他为什么过了呢 台湾是这样 有两家 一家叫做高端 一家叫做联亚 问题是说台湾制的疫苗啊 他并没有经过认证 也没有通过第三级的检测 对他有没有没有临床试验的话 怎么可以过呢 对他就是就硬性要 要要要叫大家打 因为疫苗不够嘛 这个 这样不对啊 这肯定不对的 是不对 你要一双线肯定不可以的 是不对啊 嗯 现在问题说就把整个台湾的人呢 当做兔子嘛 小白鼠啊 对对对 打死人怎么办 这个事情 问题在这里嘛 现在不知道嘛 是美国当然是不承认 世界卫生组织也不承认 也不承认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 现在就是 他硬着要干嘛 所以现在台湾流行的说法 叫做谋裁害命了 有点啊 这是有点有谋裁害命了 对的 那这个民族选举上去的 这个蔡英文好像 这个也 也不对这个选民负责啊 这个 现在 而且还有一个台湾 现在 中央本来想把这个解除三级 就是说本来台湾已经升级到三级的 三级的危机了 三级的危机就是说 饭店不开门了 所有的通通 屋子里面超过五个人就要发钱了 外面不准有超过十个人 在一部车子上 就是大的车子不准超过十个人了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而地方上各县市的 不听中央的话 中央说可以稍微放宽一点 但是除了澎湖县之外 所有的这个各县市 全部不听中央的话 人就执行这个封关 但这个问题就影响到经济了 所以现在 说是还没有确诊死掉了 但是可能现在发生饿死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现在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饭店都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相当于是美国的这个情况 推迟了一年在台湾发生了 对 现在问题是说 现在要把疫苗要从20% 能够在短期内 能够能够到50到60 这个方能够解围了 但这是很困难的 因为现在台湾的速度相当慢 就是说每天 差不多只能打一个 差不多七八万人 速度太晚 开慢 这是台湾的这个台湾的疫情 这就是您还要提一个 另外一个什么话题 另外一个就是 最近这个就美国啊 这个江那一军 江是江大陆了 但实际上也影响台湾了 本来台湾跟 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 但是有一个叫做台北 文化经济中心 经文处啊 对 台北做西雅图经济文化办事处啊 对 但是现在美国这个国会的这个小组啊 通过了就两党通过 就是把它改成台湾 台湾中心 就一中不变 这个反对台湾独立 那么现在大陆怎么反应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中间呢 是有问题 再加上美国的这个国务 副国务卿呢 第二把交易的副国务卿 也一个lady女士的 最近到韩国跟日本访问 本来是要安排 建这个 呃 要到大陆去 他是希望 能够 建到这个 大陆的这个 第二这个 副外交部长 但大陆是 排 排名第六的 专门管美国事务的 这个副外交部长 所以这个 女的这个副国务卿呢 就不去了 因为 去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 可能拜登 跟这个 习主席啊 有 见面的计划 他有先知 不是不是 现在派不是 那个美国要派一个 临时代办嘛 就因为那个 中美两国的 那个大使馆的 大使都没有了 不 所以就 现在这个国务卿呢 原先是 我知道 那个外 相当于外交关系 降到代办级了 就是大使级 上到代办级 然后现在美国 又派一个 那个临时代办 他是那个 前副国务卿 然后呢 被中国去年制裁了 所以现在呢 就比较有点 尴尬 就是几虎难下 制裁了 那么你这个美国派的这个代办 既然制裁了 让不让他进呢 如果不让他进的话 那么连代办级这个外交关系都没有了 就这样子 现在就是这个副国务卿呢 他就到韩国跟日本去 那么他既然已经到了亚洲了 但是 在这个行程上 并没有排中国 但他表示希望去 但是呢 那那我给你讲的不是一回事 因为现在 就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没有大使 然后呢 要派一个临时代办 我讲的是另外一回事 临时代办是前副国务卿 但是呢 这个前副国务卿呢 在去年 因为相互制裁的情况下 就是去年 美国先制裁了一批 就是中联办啊 或者住香港啊 这些官员 然后中国作为那个报复 报复性的制裁呢 就把这个副国务卿制裁进去了 制裁进去之后 现在被拜登任命为那个 驻中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那现在还没上任 因为现在你既然制裁了 究竟能不能上任 能不能进中国 这是个问题 对 我讲的是另外一回事 是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 他最近正要准备到日本跟韩国访问 他是希望能够见到 就大陆这个排名第二的 因为他认为他是美国第二 那么他希望能见到大陆 排名第二的这个副外长 但是大陆给他排名的是 管美国事务的一个副部长 那个排名是第六 那么美国觉得没有面子 所以现在都发生这个问题 我讲的是这回事情 这种这种都是都是小事情 我们可以谈谈古巴 古巴现在那个都在抗议 然后可能这个共产党政权 会不会垮台 现在就是 然后如果古巴共产党 古巴变天的话 就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 实际上只有中国跟北朝鲜 因为越南也自由选举了现在 对 我这是我等一下要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专制 跟独裁 对 然后那个 这个 张晏林对这个古巴 变天这个事情 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 任何一个政权 他的这个倒台 他一定是要有一个强有力量的 这个反对 反对派 那我觉得现在古巴还不具备这种 还不具备这种力量 他这个 他这老百姓 那以前不是乘胜无管 不是也是接干而起吗 那最后不一定有反对派 有反对派就不是 不是独裁政治国家了 这个共产党国家 他就本来本来就没有反对派的 但是像东欧啊 或者以前那个前苏联 都是全部全部倒工了 对啊 有反对派的反而不会倒 没反对派的才会倒 政权根底 像苏联呢 它应该是个比较 一是比较特殊情况 第二呢 它里边有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当时是已经这个军队 国家化 也就是说 所谓的专制 一是国家的 一是军队国家化 第二是就是 它有它的这个民选的这个总统 所以它相当于就是把这个 戈尔巴乔夫相当于把自己的这个政党 进行一个解散 他当时是 命令就是还是想动用这个军队 但是军队已经国家化以后 所以他动用不了 我觉得这几方面因素 所谓就是说 苏联当时的这个 如果说是反对派的话 应该是民选总统 也叶利欣 那这就是呢 您觉得苏联是 我今天就要讲另外一个题目 就专制与独裁 我的定义就是 所谓专制指政敌 没有那种政党政治 跟那个全民的选举 像比如像 普丁呢 基本上俄国已经不是 不是一党专政的 他是 而且普丁是透过法律 透过选举而产生的 但是这又牵涉这个问题 有的尽管是民主了 但是他还 在制度上是民主 但是他的意识上 他是一个独裁政府 比像现在台湾的问题 就最近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就是就随便就解散一个电视台 而且呢 这个 卫生福利部长 这个国会议员问他 你买这个美国的疫苗 花了多少钱 他说 他说你这个拘行谱车 拒绝答复的国会议员 这个是 国会议员法治 这就表示台湾的 美国的疫苗不是明码标价的吗 美国制 而且他就是股份公司的话 他不讲 他都会公司的呀 就是比如说 这个卖给台湾多少钱一支 他不讲了 就是说 我觉得讲不讲都差不多 这种这种都会公开的 不这个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最近这个郭台铭 他们那个 这个 跟美国买的这个价格 是31块美金 而据侧面呢 这个蔡英文政府 可能 花了40美金 去跟 跟这个 跟这个美国订 就先立法委员就 追查 这个67亿美金 不67亿台币 是购买疫苗的 只花了10亿 其他57亿 不知道到哪里去 这个 这是很严重的 而这个卫生部长呢 拒绝答复国会议员 就表示说 你拘行否则 这是一个机密 我不跟你讲 这是违法的 因为国会议员 有监督权 你可以不跟新闻记者讲 你可以不跟老百姓讲 但是国会议员 跟你问的时候 你最多只能说 开闭密会议 但是你一定要答复这个 一定要答复国会议员 否则的话 是 是违反法律 就表示说台湾呢 这个民进党政府 有这个独裁化 就是往独裁的方向走 也就是台湾的这个 民主 政治 就是 那世界上有没有这些 就是民选的 比如说有不同的政党竞选 上去之后也变成独裁呢 这个事情 但是你讲普京政府 美国的任务当时独裁 普京是不一样的 普京根本就没有反对派 反对 他竞选的时候 谁跟他 谁跟他竞选都要死的呀 对 要么逮捕 要么毒死 要么暗杀 他这个 美国的定义就是说 他把中国定位在 把这个 普丁呢定位在独裁政府 因为普丁有选举啊 有国会啊 也有政党啊 所以这个专制 在美国的定义里面 专制跟独裁 我们就用美国的定义来讲的话 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啊 有独裁化的倾向 这是我今天 所谈的问题 而今天所谈的这个问题呢 还牵涉到两个名词 什么是汉奸 什么是台阶 那我等下想 谈一下这个问题 先进下广告 广告之后 伊兰尼度假村 Elene Resort 将于7月21日 举办招聘活动 为Elene所有的餐厅 包括我们全新的 正宗亚洲餐厅 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 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 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 并为手头有简历的 符合条件的候选人 提供现场工作机会 Elene提供全面的福利 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 免费培训 学费报销等等 7月21日 星期三中午至下午6点 加入我们的牧子厅 请访问 ilaniresort.com 了解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 州劳工和工业部 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 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住嘉宾 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 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 那我们刚刚第一环节 就讨论了一些台湾疫情相关的话题 那刚刚也就是提了一下古巴 就是古巴在抗疫群众 要共产党下台 那么现在网上是有流传说 那个古巴的那个总统都提出来 要解散共产党 那么其实这么大的事情 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 然后我们在主流媒体上查了一下 没有这个新闻报道 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呢这有点有些人的一厢情愿啊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共产党统治了这么一个拉底美洲的一个岛就是这么多年啊 就是几十年了 然后也不可能就抗疫一下就倒台的 那么古巴实际上跟美国离得挺近的 就是美国最南部的最南端的一个小岛叫Key West 然后那个Key West有一个有一个牌子一个啤酒桶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离古巴九十英里啊 所以以前古巴那个古巴人要偷游到美国就游泳 游九十英里游到了那你就自由了就是这样子 因为好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事件叫雨莲事件 一个小孩子就是因为没有 反正是小孩子是死了还是飘到了什么 我不记得具体的详情了 就是然后呢 还是反正是家属争毒这个小孩子 然后最后因为这小孩子叫雨莲 死了之后 然后呢就美国就出台了有利于古巴难民的法案 就是说如果你偷渡的人没有到达那个美国的那个本土 那么这个美国人可以想方设法不让他靠岸 但是一旦不管不管是坐船啊还是游泳啊 偷渡到到了佛罗里达的Key West一号或者其他的海岛 一旦登陆那么马上把他们带到那个social security给他们办身份 所以那个迈尼地区有个叫小哈瓦那 就是那里的古巴人的人数跟哈瓦那他人数是一样多 呃全是古巴来的 然后现在古巴会不会变片呢 这个其实还是值得关注了 就是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报道是比较奇怪 就是说甚至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说 呃古巴几十万群众都在抗议呃美国干涉古巴内政 谁都睁着眼睛说瞎话啊 所以这个呃中国中国好多观众都是蒙在鼓里 诶古巴人抗议美国了 但是结果呃烧的都是他们总统的画像 这个事情很奇怪啊 抗议美国为什么不烧美国国企啊 烧那个他们总统老奥卡斯特罗的那个画像 呃两位对这个有没有什么 呃古巴这个事情呢有几个关键点 刚才我说了一个也是必须要有一个呃 呃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跟他进行抗衡 然后最终能够取代的就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呃古巴这次呃出现大规模的这种示威 这种威是跟他的这个这个就是当地区没有呃 呃没有防火墙的原因 嗯 对没有像中国一样对吧 他有这个把这个社交媒体屏蔽的这种功能 所以呢 呃这个 呃这个 我像这个 很多人在网上进行这种呃 onder 呃游 gebe 레 或者宣传或者说串联 然后进行这个示威这个合照 那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向中国政府学习 然后进行全面的断网 然后再进行在进口大量的监控设备 然后在现场拍摄一些人脸识别技术 那我觉得这个示威会很快的被平息掉 这个世界上不能永远靠防火墙 不是永远 我们据说到哪天能够防火墙不管用了我们不知道 但最起码现在来讲他肯定是管用 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在经济上会发生影响 因为听说因为这个社会主义 对于这个疫情抗不住 不要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受到影响了 对这个受疫情影响是很明显的 您那种激化经济对这种瘟疫 瘟疫时代可以说一筹莫展 那我觉得恰恰相反 像北朝鲜对吧一例都没有 那像中国也是 北朝鲜已有了他只是不公开罢了 就是那个疫情已有了 他好奇他们没什么办法 但是最起码没有人上街游行 对最重要是金正恩的 饥饿什么贫穷 现在连台湾呢 都这个粮食的问题 所以台湾很多慈善机构在送便当 有很多那个穷人没有工作了 打零工就是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 问题严重在这里 所以台湾有很多慈善机构在送便当 美国也一样 美国也有吃不上饭 然后也有没有工作的 哪里都有 要去教堂 然后申请那个粮食 去领那个食品补助 过去台湾没有这个问题 但现在最近这个问题也严重 我想说像台湾都有这个问题 那很多所谓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瘟疫过来这个影响很大 就金正恩就讲 就讲到就是就可能粮食不够啊 而且美国对他封锁 完全不准他 你不放放弃核子武器 我就完全就用粮食来制裁你 美国那个应该是在奥巴马的任上 就是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 但是美国驻古巴的那个大使馆 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那个使馆人员啊 就是经常会遇到什么声波啊 什么东西就是感到身体不适 然后后来就回来治病啊什么的 那么这古巴呢 可能也不肯承认 他们在使馆外面用了什么声波 进行就是说加害吧 肯定说 所以呢 这个就影响了 可以可以说是影响了两国的关系 那在还是在共产党 在卡斯特罗这个家族的控制之下 就是古巴跟美国的关系 实质性的进展很难有 就是当然就是旅游还是就是开放了 就是美国人从美国出发 或者去古巴旅游还是可以的 那古巴还是有不少人 每年都有很多人就偷渡啊 或者到美国的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疫情呢 就是加剧了他们之间的 应该民众对这个政府的不满 所以那至于他为什么会喊出 这个打倒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口号 这个就是 是不是像张燕刚说的 就是没有防火墙啊 然后有没有境外的人在控制啊 或者什么东西 那我们也不得而知啊 我觉得不用有境外的人控制 就是你只要能够 单动一下 你只要能够自由的在这个网上去搜索 任何信息的话 那喊出这个打倒独裁啊 这个自由啊 这些口号都非常正常 除非是像北朝鲜那种 完全这个与世隔绝 那他就不太可能了 因为像古巴 因为它是个旅游国家 就是很要一台西 大概像很多国家 特别是拉美 美国 加拿大 很多游客 这是旅游是他很大的资助产业 那他如果这些都不开放的话 这个网上啊 或者什么东西 互联网 手机啊 或者信号都不开放的话 人家就不会来了 那个也不至于 那中国也不开放 那个外国旅游的也挺多的 现在没有 现在隔离 现在隔离28天 没有 现在不是没有 是根本不让进 你知道就是像那个持中国护照的 这个你是可以回去以后 然后隔离就行了 持美国护照的 像华人朋友 如果领了美国护照的话 现在是根本回不去 你知道吗 根本就不让入境 对 这是一个问题 我我所得到的资讯就是 很多 从大陆出来的 取得美籍 他们也有美国护照了 他们本来有长期 那个签 签证 但现在一律停止 现在就回不去 就是有美国护照的 进不了这个 进不了大陆 这是这是一个问题 但反而拿台胞证的 他让你进去 那是他他认为台湾本身就是 中国的一部分 大家提起这个事情就是正好这几天又有一个台湾的而不是美国的军机又降落到台湾了他他虽然说不是去打仗的就是送了一些什么呃一些文件什么的然后但是呃 这个实质这个这个这个事情还是挺大的因为以前来说呃是不是那个三个美国参议员的事情 不是现在不是参议员又又有新的了新的那个军机就是降落到台湾了这是这两天的事情一个半月三次军机降落 对对对然后 然后以前就是中国的这些这个将领啊都说就呃中国的底线就在这里只要美国的军机呃飞越台湾领空就是侵占呃就是中国的领空领空啊呃中国军机就可以包围台湾 然后这个呃那么台湾台湾呢又不能反击不然的话就是就就就就就会造成就是说呃就致命的打击啊什么东西就已经说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底线就是美国军机不能降落到台湾现在哪是现在是家常便饭了你一周可以降落三次啊那跟跟那个航班差不多了客机差不多了 那你这个这个这个底线还还有不呢就是基本上就现在名存实网对吧 这个就是我我要讨论一个问题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呢这个整个观念跟我们那一代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样这个蔡英文政府他创造一个名词啊叫天然独就表示说 这些年轻人生下来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这个当然是胡说八道了 但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台奸的问题 因为大陆一些异议分子在美国他们很自由的发挥 但是呢这个很多这种我所知道的很多人就把他们认为这是汉奸 那么台湾你不能讲到汉奸 他说他他不但是台湾就是问题是台奸 这个讲到汉奸这个讲到汉奸跟台奸呢 在抗战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出了很多了 比如像汪静卫政府就被认为是汉奸嘛 以前有个电影叫做叫做风尘滚滚 就是讲讲这个有一个汉奸叫湖南城呢 跟那个张爱玲恋爱的故事 嗯拍这部电影 那是在台湾很卖座的啊 不是那个张爱玲写的设计也是讲汉奸嘛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又讨论这个问题了 比如说 美国有一个在川普时代有一个人跟美国关系很密切的叫余茂春 余茂春是那个大陆去的对 他到底是异议分子呢还是汉奸呢 不是他他是本来是那个美国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 然后呢相当于被那个蓬佩奥就是那个特朗普总统的那个国务卿 呃收作为作手 相当于是那个首席的那个对华的一个呃顾问吧 相当于是 那么呃实际上是他对华政策的决策团队的人 那么这就是余茂春 呃那现在因为在特朗普任上就是对中国有一些呃政策比较呃怎么说呢 不友好包括贸易战或者什么的 所以呢中国就迁路于这个余茂春 因为余茂春是那个国务卿蓬佩奥的呃智囊嘛 就是所以呢就是而且是呃也是参与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个决策的 所以呢就是余茂春的家族呃甚至弄了个仪式把余茂春从那个家谱里面踢踢出来了 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余茂春本来本身来说在在美国对在美华人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你如果大家都像那个呃环球时报的总编一样这个胡呃这个叫胡什么胡锡进一样 那完了我们在在美国只要长长得像中国人的脸孔都都都都会被赶走的 因为有了余茂春之后呢人家觉得有一些有一些华人是帮助美国的 所以呢这个对在美国的华人是有有好处的 这是我的理解 对这个谈不上汉奸 因为他所谓汉奸你要出卖国土出卖他手里没有一片没有寸土 他卖什么呀都不存在的事情对吧 因为最近讨论一个问题历史上在汉武帝打匈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宦官呢叫做中杭越 中杭越他是双姓姓中杭 他这个后来投降匈奴 他跟李林这些人不同 因为被汉子逼得投降政府 匈奴呢但这个中杭越专门出主意 就是给这个匈奴人出主意 结果就造成汉朝的很大困扰 所以现在有人就把在定义上来讲啊 你投降匈奴人你安分过日子那是一回事情 你一天到晚这个跟自己原来的国家出手捣蛋 而且想出很多恶毒的方法 那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是所谓新的汉奸的定义 我今天要讲就讲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跟余茂称是达不了边的 匈奴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子 不是我余茂称我不是我要谈的主题 我说谈就是现在台湾呢 就是有一些人呢不认为他是中国人 他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跟中国没有关系 那有一部分人呢认为啊 我既是台湾人 我也是中国人 现在台湾的世界 你中国如果是照以前的一中个表 就是中国中华民国也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的话 我觉得就证明没有问题 但是你现在把中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等下的话就有问题 你对台湾的状况 不是你对台湾的状况不了解了 这个问题严重在这里 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 台湾跟大陆变成了无解 就是说而且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对台湾来讲是相当的危险的 万一 只有武统跟台独之间的分那个 这个选择呀 要么武统要么台独呀 没有没有没有第三个问题 但是台湾并不是一条性的 所以整个今天 整个台湾都主张独立 那个问题又又是另外一回事 问题 就是台湾很多人是我想维持现状的 但是对维持现状呢 有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的看法 有的人说现状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就是现状 我们不想改变了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知道吧 那么这其实跟独立是一样的 小燕 你们有搞清楚啊 台独不是从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 台独是想把台湾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 你知道吗 所以在台湾 在台湾有两种 有两种 不是这样 现在台湾是等于中华民国 已经换等下来 对对对对 在台独的心目中 首先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土 你知道吧 曾经被日本殖民过 然后后来这个日本完了之后 然后这个中华民国又过来殖民 你知道吗 他们认为 这个就不是殖民了 你殖民你把元首都搬过来叫什么殖民啊 你相当于比如说 那个香港被英国殖民 那么英国女皇有没有搬到香港去住呢 常年在那里统治呢 没有啊 这不叫殖民 总是蒋介石到台湾不是因为台湾好 好吗 他是因为被打到台湾去 而且他 那也是中国的领土 认为 那也是中国的领土 对个 台湾也是中国领土 所以他可以去的 对于蒋介石而言 台湾肯定是 或者对于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 对于习近平而言 也是 但是 对于台湾就是这些本土 对习近平不一样的 你习近平可以去台湾吗 去得了吗 不可能去的 我说对他们而言 认为台湾都是中国的一个领土 所以他们才撤到台湾 他们怎么没撤到日本呢 对吧 那但是对于台湾人 就是在本土生活成长的这些人 他就认为他们一直 都从来没有独立过 一直被居民 包括 以前就算 以前就算是清朝的 也是中国呀 他不就是日本 日本这个占领了50年吗 就是日据嘛 对 日据时候 现在还有 因为大陆 还有荷兰 因为大陆跟台湾的国力 越来差距越来越远 没有荷兰人的 荷兰人早就被那个 这个这个郑成功赶走了 没有的 一个荷兰人都没有的 我今天看了一个资料 在台湾全盛时代 台湾最全盛时代 台湾的GDP 几几乎是中国的一半 也就是用百分比来讲的话 假定说 大陆是百分之百的话 台湾是在一 1902年时代 曾经到达过百分之五十 现在多少呢 现在台湾的GDP 只占大陆的百分之四 所以这个差距 因为他人口在那里啊 人口 你这这么多人口 不是 我讲 我讲的意思是说 两边的经济差距 越拉越大 对 越拉越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 美国人很怕丢掉台湾啊 所以美国现在 一方面 等于是 所以走这个边缘政策 一方面他又怕 这个共产党突然动武啊 那到底 如果动武的话 美国 不是 现在美国联合全世界啊 对 他们G3文的七国集团会议 已经发表联合声明了 共同对付共产党 但是这个共产党就是 中年也有问题了 嗯 德国就不合作啊 德国现在那个默克下台了 新的新的总理说不定要合作 那现在现在这个这些也不知道 其他那个联合声明都发表了 美国他只能够 这个澳洲 像纽西兰就 就跟澳洲走的路线不一样了 那美国 美国这个澳洲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印度 这些是铁杆的 这个 他 他拜登厉害的就在这里 他能够 他能够联合世界 全世界就是他的相当于盟友 联合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美国啊 不要太乐观了 嗯 没有 没有一条心的 有很多人 就是欧洲的国家 他还是愿意跟 希望跟大陆做生意啊 甚至像美国 美国跟大陆贸易 也增加的 欧洲呢 他是愿意走一条独立的路线 而不是依附于美国 或者说是依附于中国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认为 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他们在欧盟的这个 这个统领下 能够 他们 你说是这么说 但基本上是 他基本上是统一的 就是就相当于 前面 中国跟欧洲 谈成了一个 就是 中国向欧洲投资的一个协计 但是因为 新疆这个制裁的原因 那他就搁置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欧洲金融 因为中安和欧国 制裁他们的 欧盟的那个 议员 对啊 但是就是 就是这个协议 中欧之间的这个投资协议 就搁置了呀 就 就是不执行了呀 也没废主 只是搁置而已 搁置就是 谈都不谈 就是你根本就 西欧的国家 并不完全 跟美国 他只有一个匈牙利 就是匈牙利 中国是买通了 然后就是 那个布拉格要办一个复旦大学的分校嘛 然后 但是那个匈牙利的那个老百姓就是 上街游行啊 示威啊 什么抗议啊 都得不得了 所以呢 他们也很土大这个项目 那现在就说 在欧盟 这个欧洲议会投票的时候 只有一票是反对的 就是匈牙利 因为中国中国出钱的嘛 然后其他都是都是支持那个对跟跟中国对着干的 但是 苏联苏联分出来的国家像像那个那个那个立陶宛呢 完全跟着美国走啊 问你这些国书联的这些前前前前苏联的叫独联体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国家 这个跟苏联好的没几个 跟不是跟那个现在不叫苏联了 就是就是那个那些国家跟俄罗斯没有几个好的 就基本上都翻脸了 全翻脸了 就是那乌克兰啊什么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都翻脸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真的好的没几个 就是现在上海 上海合作 合作组织的那几个国家 可能还是好的 就是连中国也绑在一起的 其他都是都早就闹闹闹了 就是 欧盟啊 还有像包括像乌克兰啊 这些国家跟美国之间的合作都是有限合作 而不是无条件合作 所以呢 合作那么美国说起来因为他有 他不是有块领土被那个被被他们占了吗 就是被那个 克里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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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美国是支持乌克兰的 是美国肯定是支持乌克兰 然后还还搞下来几架飞机啊 那马马马航的什么 这个飞机都在 飞过乌克兰的时候都打下来了 那是被被这个俄国的飞弹打的 对啊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广告这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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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图中文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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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九周年 我红的那个档落 挂上那个心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China向您问好 购买回国机票 请上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 专售美中航线机票 应有尽有 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 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 就是FlyChina.com的独特优势 您想知道西亚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主页左下角 实时更新回北京 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 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的宗旨 帮您尽快找到 富美价廉的行程 十四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十四三人谈节目的直播的现场 今天我们通过Zoom 我们三位 就是包括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常住嘉宾 赵有书博士 还有赵立明先生 那么我是这次节目的主持人小源 那我们都是通过Zoom参加这次节目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 十四三谈节目的视频呢 也会在第二天登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去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英语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么我们刚刚从台湾的疫情谈到那个古巴的局势 那么又谈到这个多连几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 欧洲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现在其实中国的中国的国际上的那个 怎么说就是关系不是不是很好 可以说因为前段时间 中国联合了国际上48个国家 写白风联名的信 就是给世界卫生组织强力要求 就是不要将新冠溯源调查政治化 那么他意思就是说现在呢 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下令90天之内要交一个那个 新冠溯源的一个报告 那么美国人呢就很多人说中国不配合的话写不出来 那么现在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个总干事谭德赛呢 以前是跟那个中国是友好关系 因为他好像在中国流过血 然后这个他以前就基本上都是听那个共产党的话的 那这次呢好像有点反目成仇了 就是他也提出来说希望那个中国能够配合第二次新冠溯源调查 那么这样子的话中国呢不想配合 所以呢他想想了很多办法 一个是比如说他比较友好的国家 巴基斯坦啊朝鲜啊伊朗啊 联合起来写封信 说你们要不要把那个新冠溯源那个政治化 另一方面呢就通过胡锡进之类的那些这个喉舌啊 就是或者说御用文人呼吁啊 当然还有那个外交部就是呼吁 对美国的一个实验室进行调查 不要只调查中国 反正现在这个新冠溯源 我也有我们也不知道他能进展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那么另一方面呢 说明中国在国际上确实是越来越孤立 就是这是中国进入联合国以来 这个在国际上地位的一个新机 可以说是 以前没有这么惨过啊可以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刚才谈到那个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啊 然后围堵中国的这个这个包围圈的形成到底是牢固不牢固 我刚才说这个其实欧盟他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并没有那么牢固 那这个不牢固呢首先取决于美国的过往的一些对欧盟的一些态度 也就包括说是特朗普在台上的时候的这种退群的这种动作 或者说是怼天怼地 现在又加群了呀加回去了呀美国有欧盟又离不开美国的 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取决一日取决于美国的这个态度 那现在拜登上了以后呢确实在积极的在运营这个这个 就是他即使当初退群他没有马上生效 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巴黎气候协议啊 他当初要退但是生效的时候呢要隔一段时间 所以呢他他要到下台的时候才预计要生效 结果呢正好拜登一上台又把他给那个飞点了 就是他他要他退群的决定给飞点了 那我就加回去 你听我说这个国际关系哈没有这么开玩笑 你知道吧那美国谁知道你美国 这是这是川普没有继续做做巴 那个后边四年 如果川普继续做后边四年呢 对吧那就退就退了 所以我说一是取决于美国态度 第二当然也取决于中国的态度 对吧那中国本来是跟欧盟已经开始建立了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投资关系 对吧那个 那个对这个投资协定呢跟美国称的关系 就是相互制裁搞出来的 因为因为欧洲他们觉得中国这个对新疆 这里有什么种族秘诀啊或者什么东西 所以呢他就他就通过了一个一个一个决议 那么这个决议本身是跟那个中欧这个这个投资协议 是没关系的相当于是谴责嘛 这么一来呢中国就不干了他就觉得我们我们就制裁这些欧洲的那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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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 怎么一制裁嘛就就就就就就把那个协议给搞黄了对 这我跟你说哈这个协议现在还没有搞黄这个协议只是放在那了就是不提了嗯 不提到中国这个问题不会解决的呀你这个你你你你你香港这个嗯不是不管是香港还是那个呃新疆 中国也不会不会去那个他他不可能就把这个现在这个政策废除了然后要承认我们的种族秘诀或什么东西他不会承认的呀 不成那么就就是这个这个问题是解决解决不了的首先这里面根本有跟承认总督秘诀一点关系没有就是对方的制裁 我们进行一个反制裁导致这个中欧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搁置那我说未来的发展还是确实是有关的中国如果不改的话他这个制裁也测不了啊 对啊所以我说未来取决于未来取决于中国对欧盟或者对周边 所有的就是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改善对新疆的新疆的那个政策你知新疆的是不改 欧洲那边他这个决议啊制裁他不会不会拿掉的你听我说所以呢这个他这个中欧之间投资协议就就就就就就就成不了 你听我说就是这样子听我说这个中国对在人权方面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你知道吗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 也不是一次两次如果不是一天两天就是现在就是特别严重知道吧因为你以前以前没有 几百万人就抓起来的这种事情因为欧洲人他们最就是二战的时候就集中营啊这个就是他们就是最反对 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反应比较明就是反应比较大就问题就在这里啊小元如果是反应比较大如果是制裁的时候如果那会儿就把这个 协议搁置那就说明你是对的你的理论是对的那如果是因为中国反制了 他们的议员他们才搁置的那就说明这个事情跟新疆 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有关就是国际听我说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制裁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生意照做谴责照谴责 这个现在就是变了现在就是跟我说现在变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人权 不好了或者说是出现什么新的情况而是中国现在开始 不像以前是了原来你你你制裁我制裁我你谴责我这谴责我我该干嘛还干嘛你知道吗 现在不是了现在他开始反过来去制裁欧洲的这个议员这才是导致 中欧的这个协议的这个被搁置的原因也就是说未来